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星期五出路 前防卫大臣石破贸在第二轮投票以215票的成绩 击败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祖苗 成为第28任总裁 预计他会获国会指名 成为第102任日本首相 今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 石破贸的劲敌高市祖苗 在首轮投票拿到最高票数181票 石破贸就排名第二 不过他们都没有得到过半票数 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至于前环境大臣小泉晋次郎 在首轮投票只得到136票 无缘进入决选 石破贸自1986年以自民党成员身份 当选众议员 被认为是鹰派人物 主张整合美日、美韩等同盟关系 并且设立亚洲版北约 他曾经在2002年在小泉淳一郎的内阁 担任国务大臣防卫厅长官 他自从2008年开始 经历四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但失离 最终在第5次参选时胜出